郭德冈老师太贪财了 你自己有没有准备一个节目 你有跟我说一段吗 你这样你先表演你的节目 咱们一会儿看你的水平高低 咱们再说好吗 好吧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那老师让我准备一下 还得准备一下 回府顺哪 后面 去吧去吧去吧 想着回来呀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单口相声 窗前明月逛一世 地上窗举头望明月 我叫郭德冈老师 郭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咋看来呢 我找您找的好苦啊 你要干嘛 我想拜您为师 是否在上 请收徒儿 一拜 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有话好好的说 郭老师 您就收下我吧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是吗 当然了 你比如说 我长得帅气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 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 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慎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您别说了 合着您净留级了 郭老师 再问你 您活了以后 最想要什么呢 买房买书 妻卸成群 郭老师 您可千万别这么 跟我开玩笑 我跟徒弟们不上令 嗨 郭老师 我跟你聊怎么信 我都忘了 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 向您摆诗的 那郭老师 您明知 是怎么教徒弟的 抽烟 喝酒 看口 啊 我说的是 于千里 于老师 嗨 你吓我一跳 哎呀 郭老师 您就收下我吧 说实在的 我比 我比诗歌 岳云鹏强多了 他会唱五环之歌 我还会唱七夕之歌呢 而且我最大的有点 就是唱歌 不跑掉 来一个吧 得嘞 阿七夕 你比巴西少一夕 阿七夕 你比武器多两夕 老师 老师 你看我说什么来的 我没跑掉 我太有才了 你无耻的样子 很有我 年轻时候 神韵 我呀 我这个感觉啊 就是他这个可不容易 因为他一个人啊 他跟一机器在 在一块 在在 这个 这个别说对一个他这么大的一孩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年的一个演员 演不好也会 他好像跟这个屏幕里的郭老板互动的特别好 跟师傅互动的非常好 有出有进的 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基础 感觉上 我不太懂啊 这相声这个 他一站这儿我很感慨啊 这是个孝顺的孩子 来参赛来先给我摆个灵堂 丹丹老师觉得怎么样 孩子嗓子有点哑 想着说相声有点生死历劫 你瞧那个 叫什么李云鹏是吗 唱舞 岳云鹏 岳云鹏 对不起啊 没事 他那舞环唱那小弯拐的 那嗓子好像说相声 嗓子都得 这孩子是寒雅了 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十岁 仓门上的 要找仓的 哦 是吧 要变生 别太大声说话 别瞎喊 这想法挺有意思 郭德纲跟你这么说 因为他老掐了掐了的 就不容易 对 这些话都是我特别喜欢 郭老师说的话 然后我给他记下来 哦 都是你记下来的 他宅的 哦 那这孩子真不错 你倒是也够聪明 要不然你就收了 还是等他倒完仓 等他那个变完声再看看 啊 收了 谢谢谢谢 谢谢 哎 不知道这孩子真的现实 哎 你跟他上去说一小段呢 之前 真不看看 凭啥呀 我觉得你这样 你现在 就拜师 把这师父一任 对 师父陪你说 你敢吗 真跟师父来一段 比比比 包餐名水 包得快呗 哎呦 行 太好了 这 这不是我多年前犯的错误吧 哈哈哈哈 来 鞠躬 大伙鼓掌 来 哎 谢谢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苗成奇 男孩女孩啊 一看就是男的 是个男孩啊 今年多大了 今年十岁了 结婚了没有啊 不是 怎么了 我跟你词不一样是吧 哈哈哈哈 那你见着我 你不得请我吃个饭吗 行 我请您吃 南北榨菜 南北榨菜呀 大菜 大菜 那不得hold住啊 南北大菜 还有什么呀 就混四个字啊 哈哈 来 你把这菜名 说出几样来 让我听一听 好吗 好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鱿 烧花鸭 烧厨 挤鸡 挤烧子 鹿鸡鸭呀 蒸鸡腊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好 市井苏盘 虚鸡败毒 清蒸八宝猪 姜米让鸭子 嗯 过尔野鸡 过鸩蠢 鸵尸叫鹿哲 三鸡吐福 菜蒙鸣鱼鱼 清蒸哈 什么啊 会鸭丝 会鸭鸭 会鸭条 清白鸭丝 黄心管 闷白膳 闷黄膳 斗食鸡鸡 锅烧鸡鸡 锅烧鸡鸡 清蒸甲鸡 抓吵鸡鸡 抓吵对虾 这就吃不了了 哈哈哈哈 你就不备了 你不用管我啊 我这是在节省失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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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要学相声吗 啊 为什么要学相声 我喜欢 你是喜欢相声的什么 比如说 我是站在台上说 大伙都喜欢乐 这是一个 或者是我喜欢说相声 能挣好多钱 买大房子 买车 如何如何的 你总的有一个愿望 是因为什么喜欢的相声 哦 我因为就是 嗯 说相声的时候 大家能乐 就开心了 嗯 啊 如果说相声 谢谢 如果说相声 这一辈子 成不了明星大腕 你还愿意干这孩吗 愿意 不能发财 你还愿意吗 愿意 不管生老病死 你愿意跟他 哈哈 这是婚礼的那词啊 咱们这孩儿是这么说 师父访徒弟三年 徒弟访师父三年 在很多节目里 同类型的节目 他跟我说过好多次了 要拜我为师 我都没说 为什么呢 孩子呢 他这个心智还没有掌权 而且我老说 艺人拼到最后 拼的是文化 好好去念书 好好去上学 等我郭老师 你说 你看 你说 记住我这句话 跟长辈说 要说您 这是头一步 您看 你说 我都签五名了 你还要我签哪去 那我问你 班里是不是就五个人啊 四十多个人 我想告诉你就是 不能够耽误了念书 一人拼到最后 拼的就是文化 在这过程当中呢 不能耽误念书的时候 好好地学相声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今天在笑江湖的舞台上 那我就收你一个小徒弟 好吗 好 心事心败啊 咱拼那什么啊 这个 大金钱啊 你真收了 假收了 我就收着迷徒弟 你看 过了前面那个地界 就不是大唐地界了 这就是 今天开始在笑江湖舞台上 我答应收着迷小孩 但是 师父访徒弟三年 徒弟访师父三年 咱们以三年为界 三年之内 比如说你想 干点别的去 我也承认你 你就去就好了 也许三年之内 我觉得你不用功 不听话 我可能就不承认你了 好吗 同时这么多人都说到了 怎么还哭了孩子 来来来来 过来 你叫冯大爷 冯大爷 冯大爷 这是大妈 大妈 那个绿的 绿的快带 绿的 打了 打了 给带下 哎 心情 我 我